為了響應世界地球日 同時了解地方建設 宜蘭市公所在慈安社區舉辦節能減碳 宣導健行的活動 吸引了數百位民眾來參與 趁著今天的好天氣 南雲老幼熱烈響應今天的健行活動 尤其原本舊河堤較為髒亂 經過河川局整治後 焕然一新 讓民眾可以休閒運動 還能欣賞優美的行員水景 運動好嗎 好 天然這個衛蟲是比較暖 現在已經整個了 整個又漂亮 這樣走下去有什麼樣子 走來回半南門戶 老回來走差不多 帶我們來啊 還跟我們走來三代啊 這樣走什麼樣子 不錯啦 這樣運動啊 懵惰一下 4月22號是世界地球日 所以透過活動的宣導 希望民眾藉由生活的小動作來做環保 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 做環保是很簡單 只要在我們食衣住心裡面 你如果比如說插頭 一直插到 電話沒開你也插頭插 那把它插起來 這就是做環保 你如果有時候 要坐自動車 用走腳踏車 這也是做環保 所以說 從小做起 我們就能把環保顧到非常好 今天公所特別服用 所有的節能減碳這方面 來舉辦建築 讓我們問一個人 驚體健康 驚體快樂 還可以欣賞到 我們宜蘭市公所 在在地建設的一個成果 尤其是怕宜蘭好 這個電話 兩邊的風景非常好 建設又非常多 交通又方便 大家驚人都很高興 施工所還準備許多獎品 來鼓勵建行民眾 同時還有美味小吃 藉此來行銷 在地農產 宜蘭市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